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 集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 真正入脑入心 渐行渐效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吉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骏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检俊海指出 党的二十大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成果 理论成果 实践成果 是具有划时代 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盛会 必将拥载史册 光耀千秋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 大家作为全省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 必须不断加深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带头学 带头讲 带头抓 带头干 示范带动全省上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持续掀起 学习贯彻热潮 检俊海强调 党的二十大精神 内涵丰富 博大精深 必须常学常心 常思常明 常物常尽 要坚持学懂学身 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 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领行长舵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 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 是新时代最大政治成果 最重要历史经验 最客观实践结论 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最大底气 最大保证 切实把两个维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深深印在脑海里融入血脉中体现到行动上 要坚持误透误彻 悉心感悟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 重要观点 重大战略 重大举措 深切体悟 蕴含其中的历史逻辑 理论逻辑 实践逻辑 真正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要坚持赌用赌行 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 紧盯目标任务 细化责任分工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狠抓落实 切实干出业绩 干出成效 会上十位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集中开展研讨 交流学习体会 一致表示 要把学习成果 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贡献更大力量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和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1月14号 省政府召开 深化放管府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踏查服务活动 总结部署会议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主持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切实把服务市场主体工作摆上突出位置 创新服务方式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激发市场活力 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会上九个踏查服务组交流经验做法 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韩骏指出 市场主体是吉林振兴的重要力量 年初以来 省政府打出服务企业大调研 实施为企业办实事清单 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踏查服务活动等一套组合权 升级一府两院领导亲自带队 多部门多层级协同作战 深入基层 深入企业 带着问题走 奔着问题去 点学室督查 现场办公 马上就办 协调解决了市场主体反应的一系列问题 推动政府部门转变工作作风和增强主动服务意识 取得了积极成效 有利应对了经济下行压力 韩骏强调 服务市场主体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 要常态化 机制化 持续开展 一要狠抓政策落实 全力筑起 纾困解难 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再梳理 再细化 确保第一时间落到市场主体 坚决整治 设计违规收费等问题 严肃查处 吃拿假药 谋取私利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要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促进企业持续发展壮大 实施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三年行动 促进企业多生成 快成长 早做强 实施百千万产业培育工程和十百千万企业培育工程 促成企业间协作配套合作发展 创建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鼓励支持科研人员开办企业 建设各类孵化机构 吸引更多大学生留级就业 回级创业 三要聚焦市场主体需求 提升政府服务制效 要落实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制度 加快政照分离改革 更大程度便利市场主体投资信业 要纵深推进辅院联动 推动设法涉速问题及时解决 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提制增效 要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信用监管 互联网加监管 加强食品药品 特种设备 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监管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要推动更多高频事项 一键市一次办 一网通办 跨省通办 加大用地 还评 施工许可服务保障力度 要大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完善正引起帮扶关系 要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 千方百计为市场主体降低用电成本 四 要强化亲商 服商 安商理念 建立健全服务工作长效机制 建立亲亲政商关系 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要定期走进企业 现场办公 用心用情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 要强化宣传引导 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 好做法 加强汇启政策解读 营造服务市场主体 良好氛围 副省长蔡东 吴敬平 安丽嘉 刘凯 韩福春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尹一军 省政府秘书长安贵武参加会议 今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 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和全国政协及地方政协 农业农村委员会工作座谈会精神 传达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围绕争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修改意见 进行讨论发言 江泽林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工作的 二十条措施 为我们适应疫情防控新形式 科学精准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 江泽林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重点做好人身资源保护与开发 全国政协重点提案的协商办理成果转化 推动吉林人参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助力我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根据新形式任务发展需要 广泛征求政协章程修改意见 为章程修改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不但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吴海英 知建华 李醒浩 赵小军 曹雨光 蓝红良 李维斗 郭乃硕 刘伟出席会议 今天中央宣讲团成员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原副秘书长舒启明来到中国一气 深入生产一线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上午一气繁荣工厂总装车间内 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 经过一道道装配工序 一台台崭新的红旗新能源汽车 从现代化 绿色化 智能化的生产线上 缓缓驶出 舒启明走进一气繁荣工厂 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 全面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 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这一主题 结合中国一气时期 向企业基层员工介绍了党的二十大主题 和主要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等内容 进行了详细解读 细致阐采示 大家认真聆听 交流互动 气氛热烈 大家一致表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一定要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坚持创新驱动 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把实体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 做实 做优 做强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在感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中 不断汲取奋进力量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不懈奋斗 11月14号 省党建学会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新时代吉林党建工作 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省党建学会会长张恩惠出席会议并讲话 部分省内党建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 省党建学会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 和党建研究正确方向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要对标对表党的二十大 关于党的建设新部署新要求 深化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 推进新时代吉林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要发挥党建高端智库优势和作用 开展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宣传研究工作 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 服务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贡献智慧和力量 根据省委部署 12届省委第一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 全部完成 11月7号至11号 13个省委巡视组 分别向常规巡视的 26个省职部门单位 进行会议反馈 向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通报了巡视发现的重要问题 向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 一个基层治理专项巡视组 向九个市周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梅河口市党工委领导班子 书面反馈了巡视情况 反馈指出 省职部门单位 党组党委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具体要求 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全省各级党组织 及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基层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基层建设年部署要求 积极推进工作落实 不断夯实国家治理根基 反馈也指出了 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 常规巡视省职部门单位发现 有的运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有差距 有的落实全面从人治党 战略部署责任不实 措施不够有力 有的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不够坚强有力 有的落实问题整改 不够深入长效 专项巡视基层治理发现 有的党界引领不够有力 有的重点任务推进不够有效 有的连接风险和作风问题 比较突出 有的基础保障不够扎实 有的组织责任压得不实 反馈要求 被巡视党组织 要持续学懂弄通作时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省委书记景俊海 在听取12届省委第一轮巡视 综合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要求 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省委具体要求 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扎实履行好职责使命 要全面推进深化改革 不断提高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意识 切实扛起防范化解风险 政治责任 要压紧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 一体推进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加强领导班子 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反馈强调 北巡视党组织 要把学士整改与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起来 强化整改主体责任 和第一责任人责任 落实一岗双责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不断推动巡视整改 融入日常工作 融入深化改革 融入全面从严治党 融入班子队伍建设 反馈要求 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 要加强巡视整改监督 推动提升整改成效 有关职能部门 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 深化标本监制 据了解 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以按有关规定 转省纪委监委等有关方面处理 11月15号 全国网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在长春举行 中央网信办宣讲团成员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李叔做宣讲报告 李叔从党的二十大主题 主要成果 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党的二十大对网络强国建设的部署要求 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等十个方面 全面系统的阐释了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报告适时鲜活 案例生动 数据详实 对全省网信系统深刻理解 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宣讲报告会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行 全省网信系统共有2100余人 在主会场和视频分会场参加宣讲报告会 今天的宣讲报告 既有深入的理论阐释 又有详尽的案例数据 紧贴生活和工作实际 使我对二十大报告有了更深的领悟 更高的认识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牢记国之大者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 中央 省委 关于网信工作的各项角色部署 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道路前进 继续来看新闻 接着从国家能源局日前举行的 2022年四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前三季度 吉林省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达到1263小时 成为全国最高省份之一 今年以来 吉林省重点推动省内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 新能源产业发展逐步进入快车道 截至今年九月末 全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装机达到1265万千瓦 同比新增装机312万千瓦 增长32.74%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优化方案 分类实测 实行单周调度 双周讲评 隔离安排 投产时序 加快推进 建设进度 截至九月底 全省光伏发电装机达到381万千瓦 增速创历史新高 目前我省正打造以白城松原和四平等三个市 11个县市区为主的吉林省西部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 充分发挥我省丰富的风光资源和充裕的土地优势 围绕本地外送转化三大销纳模式 积极打造三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确保我省路上风光三峡工程项目加快推进 下一步 我们将通过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 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引进负荷落地等方式 全力做大用电增量 不断完善电网架构 提升调缝能力 扩大外送空间 增加新能源电量外送比例 进一步提高新能源销纳能力 下面来看一组联博快选 来自吉林省科技厅的消息 2022年一气自主创新 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重大科技专项确定支持的12个项目 共30个课题 现面向全国张榜 涉及人机构架前瞻技术研究 耐低温长寿命燃料电池 关键技术研究等领域 按照要求 接榜单位 因为全国范围内高效科研机构 企业或其组成的联合体 接榜单位确定后 吉林省长寸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 以及一气集团 将给予4.14亿元的资金支持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主办的 2022年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上 中车常客股份公司 精章智能动车组 在3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 该奖项是我国工业设计领域 唯一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国家政府奖项 精章智能动车组 车辆整体的智能化创新设计 和经典的龙凤城翔外观 彰显了中国文化 引领高速列车技术发展方向 充分展现了中车常客股份公司的研发设计创新实力 10月15号由中铁司局呈建的 长春地铁五号线西南枢纽站 至超强街站顿购区间实现双线贯通 至此中铁司局陆销公司长春地铁五号线 二工区两台顿购机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据了解长春市轨道交通五号线沿线 共设车站18座车辆段一座 正线全长19.7公里将于2026年开通运营 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了 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 255个乡村入选 其中我省有长春市九台区龙家街道洪光村 画念是八道合子镇新开河村 双辽市双山镇百路村 辽园市龙山区寿山镇永志村 通话市东昌区金厂镇夹皮沟村 辅松县仙人桥镇皇家崴子村 通榆县向海蒙古族乡向海村 龙景市至新镇明东村等八个乡村榜上有名 这些乡村呈现创新业态丰富 农民主体地位凸显 数字赋能营销服务等特点 11月14号江城吉林市迎来了 京东第一场雾松美景 降雪过后吉林市气温明显下降 清晨疾风东路一带 磕磕垂柳垂柳凝结着洁白的雾松 犹如穷花盛开 在松花江两岸的长堤上 草木枝叶都被双花包裹起来 晶莹低头美不胜收 长堤旁 街路旁 市民和游客在美景中散步拍照 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独特美景 吉林省教育学院原副院长杨玉宝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下面来看五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1月14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无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 11月14号0至24时 全省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三例均在长春市 冬季由于室内活动较多 空气流通不佳 低温等条件游离于病原体的传播 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专家建议除了做好戴口罩 勤洗手 长通风 讲卫生 少聚集等防护措施外 大家还要重视自身免疫力的提升 要积极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 最经济 最便利的一项措施 比如接种流感疫苗 肺炎疫苗 水痘疫苗 新冠疫苗等 有助于建立个人和群体免疫屏障 保护好个人和家人的健康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长时间的熬夜会让身体的免疫力受到严重的损伤 使身体更加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 成年人每天至少需要7个小时的睡眠 老年人也至少要睡足6个小时 我们要通过保证充足的睡眠来提升自身的机体免疫力 要坚持体育锻炼 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保证5天有运动 每次不少于30分钟 要做到合理的膳食 饮食一定要多样化 合理搭配 多食新鲜蔬菜 水果 鸡鱼肉蛋奶 大到坚果类 古薯类等等 建议每天至少要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 每周至少要摄入25种以上的食物 来保证足够的营养 尤其是摄入优质蛋白质 可以增加肌体免疫力和抵抗力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 一定要少油 少盐 控糖 现酒 要保持愉悦的心情 情绪也是影响免疫力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心理状态 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可以通过调控激素的释放 间接提升人体免疫机能 帮助人体抗击病原体 电视剧《人世间》中 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雪景 都是在吉林省拍摄的 吸引了很多游客 专程来我省玩冰赏雪 今天节目的最后 去感受人世间取景地 长春南湖公园雪中的浪漫与温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